安播足球快信 虽然欧冠杯半准决赛次回合以0比1不敌为免冠军拜的人慕尼克 不过巴黎圣日以门总比分同对手战成2比2 并且依靠作客入球更多涉险晋级 球队将在准决赛中同曼城相遇 在联赛方面巴黎圣日以门上轮以赴选阵容 大胜排名中游的史特拉斯堡 而更重要的是由于领先紧的利以上轮失分 巴黎圣日以门将积分差距最近目前小踢一轮小4分 今个赛季的联赛进展确实令人意想不到 毕竟以往是这个时候 巴黎圣日以门已经拥有颇大的积分优势 等的就是赛季结束准备捧杯 现在就杀出几个情咬金 冠军争夺相当激烈 巴黎圣日以门联赛至今 六得21胜3和8负 由于近年来在联赛的压倒性优势 球队最近一次出现8场输球 还要追溯至2010-2011赛季 当时他们整季拿到15胜15和8负 联赛第四位收官 即使是这样 巴黎圣日以门依旧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兵多将广武而另一众对手羡慕 而拥有风扇两大杀气 麦巴比和尼马更令人望尘莫及 有消息指出 球队目前希望和尼马续约 这个甚至有可能影响美斯能否加盟的条件之一 在阵容方面 门将列迪尼亚 后卫马坤努斯 和前锋依卡迪君因伤无粉踢 纵使比赛依此就处于落后 但胜依天都仍是十分还强 凭着攻击手华比卡斯利个人 大掩母子弃法 和中场约斯奥夫建功得分 最终球队以4比1亦转波尔多 计上轮的胜利 胜依天最近四轮联赛 赢了三场 同时亦得益于近期的良好发挥 球队排名开始上升 造就他们距离降班船窝 接近双位数的优势 值得留意的是 卫比卡斯利首次在法甲上演 母子弃法 这位球员目前在联赛上阵次数合共200场 并且攻入58个球 这场比赛他将领涵攻击线 当然 胜依天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不仅球队整体演出 远不够巴黎圣日耳门 还要在双方最近6次交手中 胜依天紧录得1和5负的劣迹 期间紧攻入两个球 还有4次被对手零封 可谓处于绝对下封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和赞我们的page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